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唐浩的指导下 唐三每天坚持在瀑布下修理好天锤 五年之后唐三的实力也达到了58级 这时候唐浩出现了 说是时候告诉你母亲的真相了 唐浩带着唐三来到了一个神秘的地方 这个地方到处都长满了蓝银草 唐浩告诉唐三 小三 这就是你的妈妈 她叫阿盈 和小五一样也是十万年魂兽 唐三听后非常惊讶 自己的女朋友是兔子 母亲竟然还是草 唐三还从唐浩的口中知道了 唐三的身份 带着唐三找到了蓝银草的皇冠 唐三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母亲竟然还是植物系五棍的王者蓝银草 其实这个小萝莉就是蓝银草的守护者蓝银王 在小萝莉蓝银王的帮助下 唐三带上了母亲的蓝银草皇冠 感受到了来自母亲的气息 唐三觉醒蓝银草后 唐浩也从唐三身上看到了阿盈的气息 感动之余 唐浩把阿盈的蓝银草的十万年 咱们下期再见